1941年6月22日,德国出动550万大军全面进攻苏联,苏德战争爆发。 对于德国人进攻苏联的原因人们一直众说纷纭。 但实际上,当时不仅德国想打苏联,英法也同样想打苏联。 1940年英法曾制定了轰炸苏联高加索尤田的计划, 法国人更是叫嚣要灭了苏联。 那么苏德战争前,为何英法和德国都想捶苏联? 我们先来说下英法,英法和苏联其实一直不对付。 从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苏联开始, 英法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把苏联视为异类,视为眼中钉, 所以才有了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行动。 尽管苏联人把英法等列强干涉军赶走了, 但英法仍然非常敌视苏联, 对苏联进行各种封锁和打压,导致苏联处境非常艰难。 迫于无奈,苏联不断和德国靠近, 两国关系日益升温,好的穿一条裤子, 这自然让英法更加担心和敌视。 二战爆发后,苏联火同德国在欧洲腥风作浪, 不仅瓜分了波兰,还入侵了芬兰、爱沙尼亚、立陶宛等国家, 因此让英法感到不满和恐慌, 特别是对芬兰的入侵,彻底激怒了英法。 1939年11月,苏联在苏芬边境制造冲突挑起事端, 并对芬兰发动了入侵。 在苏联入侵芬兰后,英法很快向芬兰提供了援助, 并制定了轰炸苏联高加索尤田的长矛计划。 作为回应,苏联也进行了战争动员, 并制定了反击英法的计划, 双方已经处在了战争的边缘。 但由于德国在欧洲腥风作浪, 并向英法发起了挑战, 而芬兰不久又和苏联进行和谈, 英法没功夫管苏联, 就这样一场大战烟消云散。 苏德战争爆发后, 由于共同的利益, 为了共同对付德国, 英国和苏联被迫进行了合作。 但合作并不牢固, 仅仅是形势所迫。 二战结束后, 英国很快又站到了苏联的对立面, 执行敌视苏联的政策, 冷战就是由英国人挑起的。 本来就不被西方世界接受, 又到处侵略惹事, 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, 英法敌视苏联自然在情理之中。 英法把苏联视为眼中钉, 德国则把苏联直接视为最大的威胁。 别说德国和苏联合作, 但暗地里一直防着苏联。 当德国和英法开战时, 苏联不仅成兵边境虎视眈眈, 而且还在后方趁火打劫, 先后入侵了芬兰、 立陶宛、 罗马尼亚等国家, 特别是苏联吞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河北部。 科维纳直接激怒了德国, 因为德国的石油几乎全部来自罗马尼亚。 德国人自然不能容忍, 所以和苏联开战只是时间问题。 其实不仅仅英法和德国想捶苏联, 日本和美国同样想捶苏联, 如果不是国民政府实力不济, 估计也想捶它一顿。 可以看出, 当时的苏联是非常不得人心的, 被各国视为威胁。 实际上, 如果有一头喜欢吃肉又不顾吃香的狗熊, 在家门口晃悠, 换成谁也会睡不着觉。 虽然苏联解体了, 但其继承者俄罗斯仍然不被西方所接受, 仍然有很多国家想捶它。